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的这个机械人的作业选择题的部分 下列哪一个不是公的单位 公的话呢,它是Joule 我们有时候用Nm KiloJoule也行,代表1000Joule的意思 那W呢,是Work的符号 如果是作为单位的话呢 它应该是Watts,功率的单位 所以这个W是功率的单位,不是公的单位 第二题,这一题 大少数的时候 名人用手拉着一个一袋的重物 然后呢,沿着粗糙的平面 斜面 上去,移上去 拖到我们的这个储存室里面 下列哪一个力是没有对这个物体做工的 首先,手对这个物体的重力打斜往上 D面对物体的重力往下这一边 我们要用小F 斜面对这个物体的支持力往这个方向 还有重力就是W往这个方向 那你要看的是什么呢 首先,因为他打斜往上嘛 所以他位移呢,也是跟着这个F的方向 如果今天问的问题是哪一个做的工最多 我相信应该就是这个F嘛 大F的一个方向 但是呢,现在问的是哪一个没有对他有做工 所以我们没有做工呢,我们有分三个情况 第一个是没有力,第二个是没有位移 那这题因为有位移有力 那我们就有第三个情形 就是力跟位移如果成90度的话 它也是没有做工 所以你再看看位移的方向往这一边嘛 那只有一个力呢,是跟它垂直的 也就是这个N 所谓的斜面对物体的支持力 所以这题呢,只有C呢,是没有做工的 其余的,有些同学讲 老师这个F呢,这个摩擦力跟它相反的方向 是,如果你是相反的方向呢 你会得到有复制的一个出现 我们叫它做复工 做复工 做复工 也是有做工 OK,它也算是有做工的一个情况 你不用管它那个工是负还是正 反正就是有做工就可以的 OK,所以只有呢,这个N呢,是没有做工的 因为它在力的,它在 它的卡跟位移 成90度 所以它在力的方向上是没有位移的 也可以这样子的讲 OK,所以这题算是一个我觉得 算是比较需要动脑 比较对这个工的一个理解 要透彻你才能够做到这一题 OK,这是第二题,大家注意一下 我个人觉得蛮有水准的 第三题,在运动会上 博人同学担任了义工 他做了许多事情 请你根据他下列的动作 哪一个的力是有做工的 用手推车 手对车的推力一定有做工 请问他的这个车有没有在动呢 没有讲的 对不对 对这个呢,就变成了不一定 不一定 我们要确认它肯定有的 我们才选 将重物举在空中 保持不动 一看到保持不动一定是没有做工的 因为没有位移嘛 对不对 然后手拉木箱 水平移动2米 然后呢,因为他有移动往前移动 还有手拉木箱应该也是同样方向 所以看起来这个应该是有做工的 一定做了工 OK,再来看D的情形 用力替这个足球 滚动过程 你如果你的脚已经离开这个球的话 对,你这个替力已经是没有在施加在这个 球上面了 所以他滚动过程中,力是0 所以这题也是没有做工 也是没有做工 E号打了问号 A,B和C,D也肯定排除 那答案应该是C 答案应该是C 所以这题大概是这样子来进行分析的 物理其实很难 很多东西你要去想清楚 那我们来看看第四题 月池同学用相同大小的力 去推质量为1kg和2kg 水平移动1米跟2米 请问这个东西的质量有没有影响 没有 它最多是影响它重量 还有影响它摩擦力 请问摩擦力大小会不会影响这个力做的工 也不会 反正我们做工 我们是看这个力是多少 还有乘上它位移是多少 所以在这边既然力的大小是一样 位移不同 那也就是说位移越大呢 它的这个位移越大应该是1kg的这个是2米嘛 所以它的工就越多 所以对1kg的这个木箱反而是工是做的比较多的 OK 所以你不用看它的摩擦力大小等等啊 那些都不会影响的 再来看第五题 在运动会上紫航同学 他将一个50牛顿的牵球 用300牛顿的力 沿水平方向推出去 虽然这个不是很合理的 因为我们推牵球的时候应该是沿45度的角 没有人沿水平推的大概是 是掉的不知很远的 没关系他这样子讲 我们就这样子来看 300牛顿的力往前推 他的重量是50牛顿 然后呢最后的成绩 应该就是我不懂我推多少 对吗我不懂他推多少 但是他飞完出来的成绩是10米 请问他做多少工我们算不算的到不行 为什么因为这个10米是包括他飞行的距离的 所以因为我们要的是力跟他的位移 这个位移就是看他推多远啊 他飞多远不管是因为你飞的过程呢 你的力已经撤中了你的力已经为零了 所以这题其实是算不到的 不是说没有 不是说没有做工啊 这个有做工啊 肯定有做工不然这个东西不会飞出去 肯定有做工 只是问题是提供个资料不足 让我们没有办法计算啊 无法计算 所以这题非常非常tricky OK 非常tricky 你要懂得说 我需要什么资料 他有没有给我 OK 不要看到有力跟有位移 很多同学讲300乘10啦 3000或者是50乘10啦 等于500啊之类的 这些都错 这些都错 OK 所以要注意一下 你这个10米并不是你用力的一个 位移 而是他飞出去的一个 包括飞的那个阶段 第六题 阅仪同学用了50牛顿的拉力 沿着水平的方向 然后分别拉了50牛顿跟 50牛顿跟10牛顿两个玩具车 都往前移了两米 他的力 其实这两个是什么 这两个是重量来的 会不会影响 不影响 不理他的 OK 你要懂的是那个公应该是50乘以2 等于100 所以这两个车 汽车的公是一样的吗 一样 你不要以为说50牛顿比较多 你看很多同学就圈了B 有30多巴仙圈了B 不是的 这个呢 你要看你拉的力是多少 不是看这个东西重多少 OK 除非你往上拉 你要lift它上来 你就要用它的重量 你要抵挡 你要这样讲 你如果你要把它提上来 那你就要比它的这个重量来的更大 才可以把它提升上来 那种情形又不同 但是你水平拉的话 你只要能够大过它的摩擦力 你就可以往前拉的 一般上摩擦力 看它的情形 像如果很多时候是玩具车 有轮子的话 摩擦力很小 OK 大概是这样 第七题 俊杰想买一辆小轿车 这个汽车销售员呢 就跟他讲 这辆是功率为80kW的新轿车 请问功率是80kW的意义是什么 你可以把这个kW的这个W 看成Joules per second 所以你可以说 它是每秒钟做了80kJoules的功 每秒做80kJoules的功 可以这样子来讲 但是你讲说能够做多少 80kJoules的功 你没有跟我讲是一秒钟 你一定要跟我讲一秒钟内 这个没有提到时间 然后做工的快慢 如果做工的快慢 就用kW就好了 你不要kW又给我配 这个per second kW本身就有Joules per second的意思了 你再per second就错了 所以这个要注意 这样子写法也不对 它跟力没有关系 跟力没有关系 所以这题答案是Bot 这个好像有讨论过了 然后拉到小杰利琴那边 第八题好像也是讨论过了 这两位同学 朱恒跟洪俊 体重比是5比6 然后他们同时从一楼跑到三楼 距离相同的 然后时间的比例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他要问的是功率的比 功率呢是power power是什么呢 fs除以t对吗 fese除以t1 你可以这样子来看 f2s2除以t2 然后因为他的距离是相同的 s就去掉了 他们的重量就跟他们体重差不多 所以是5比6 然后呢这个时间来讲是2比3 所以得出来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但是我们一般上呢会越减 这个6跟3可以越减得到2 这个分母我们不喜欢我们两边乘以2 就会得到5比4 这个字体的答案呢就会是5比的 ok啊可以吗 这个字体应该是这样子做的 再来看第9题 甲以两个同学的体重一样 同时从一楼跑到两楼 甲比以仙道 代表什么呢 体重一样 力是相同的 距离一样 所以工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他讲说 我仙道 代表他时间比较短 时间短代表做工的比较快 P比较大 所以甲的功率会比较大 ok 做的功率 比以做的功率来的大 就是这个差别 他们做工呢是一样的 这个是谁多不错 少也不对 做工的话呢两个一样 功率的话呢 甲比较大 力比较小 答案是C 好 再来看第10题 下列呢哪一些灾害呢 是由于机械能造成的 森林大火蔓延 火之所以会烧是化学能的关系 好 我们的木材有化学能 所以他可以烧起来 这个是因为化学能的关系 从水冲火防雾 这个很多时候呢 这个是水的动能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跟机械能有关 ok 疾病的传播跟 病毒还是 跟细菌有关 这个跟能量没有关系的 从窜 食到 粮食大量的减产 也是天然 也是什么 生物的一个灾害 跟C差不多 跟能量有关系 第11题 我们看一下 他讲有如图所示 我们看一下有图的 一个苹果在不同的位置 画着甲乙饼 我应该要换 应该是ABC ok 这个应该是甲 就是A 乙就是B 我们画成ABC 哪一个的 势能最大 如果我们假设 应该一粒苹果的质量 每一粒苹果应该差不多远吧 我们 假设了 三粒苹果的质量相同 重力势能越大的话 应该是越高的那个 ok 这题答应该是A 应该是A 不难的 ok 不要想太多 这题跟刚才5.3的练习 差不多 我们有放过去了 ok 就就是说 弓箭的旋被拉开的时候 它会有弹性式能 ok 简单 第13题也是有一个图的情形 他做了一个重力式能的实验 跟课本差不多 就是用那个沙壁 然后呢 但是它不是用沙 它是用 沾了石灰的篮球 过后呢 在高冲 高 某个高度 放手 它就打在那个地面上 它就会有一个硬 这个硬的大小表示什么呢 当然应该就是 硬越大 代表它的能量越高 对吧 你如果是小小力 就反弹回上来 这个应该是能量比较低的 所以这一边呢 重力式能哪一个比较大 应该是落在A处的 比较大 我们是用 它的这个硬的大小 来反映 这个能量的大小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第十四题 如图所示 智威同学将一粒球 往上抛后 它从甲 再掉落 从乙去丙的位置 是具有相同的什么东西 我们知道说 它在不同的高度 它重力式能一定不相同 然后一般来讲呢 它的重力式能就会转成动能 如果它能量没有耗损的话 机械能 试能转去动能 这两个都是属于极限能 所以整个来讲 不管在哪一个位置 理论上来讲 它的极限能是很相同的 所以这题答案是极限能 唯一的可能性 唯一的可能性 当然 如果你讲严格来讲 我们考量到它的 这个空气的阻力 它一定是会有少许的不同 因为空气的阻力 一定会减少一部分的能量 但是如果我们假设说 它如果没有移动很多 然后空气阻力也没有很大 那应该是机械能是很低的 OK 第15题 将为了进行拉力的做工 我们在不同的鞋面 然后呢 拉上来 请问F1跟F2 还有它的W进行分析 OK 这一题 你可以看到的是 它F1跟F2哪一个比较大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要爬楼梯 我的楼梯 很斜很斜 还有另外一个是很平地这样子 但是我会走很远 对啊 会走很远 所以 但是 所以F1呢 其实是比较轻松的 它没有很斜 你就必须要走得比较远 然后呢 但是它会比较轻松 然后呢 差别在于你会发现到 我的F1如果小的话 我的S就会大 两者乘起来 因为它要都是克服 这个重力势能 所以它最后做出来 工会相同的 所以在这边呢 W1跟W2呢 是相同的 F1是比较小 OK W相同 F1比较小 这题的答案呢 就会是同级的 有没有问题 OK啊